如果大家的手机那边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呢 跟这个画面呢 其实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手机啊 它有弄到那个你的手机应该是里面有那个水分 所以你就要让它把它弄干咯 怎么弄干呢 就是你要把你的那个手机套 手机的那个保护套拿起来 然后卖一码 然后呢你手机要卖一码 然后把那个可能它里面有水分啊 然后用那个风扇把它吹干咯 吹一阵子之后呢 它的那个水分干了之后呢 那么再充电了 那个手机呢就不会有问题了 这个是那个三宋三宋A52 其他的手机我是不清楚了 不过我有遇到是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你们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说你的那个手机 可或者手机啊 有水分 所以你们就要把它吹干啊 就是你要把手机套拿出来 把它分开 然后抹干净了之后呢 啊 用用服装吹一吹啦 吹差不多一两分钟 然后再装回去 那个手机套 然后再充电 再charge那个手机了 基本上我是这样子啦 基本上我这么弄的都是可以 可以再重新充电的 啊 就这样子 如果大家的手机那边啊 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呢 你这个画面啊 其实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手机啊 它有弄到那个 你的手机 应该是里面有那个水分啊 所以你就要 让它 把它弄干咯 怎么弄干呢 就是你要把你的手机套 手机的那个保护套啊 拿起来 然后 买一码 然后呢 手机你要买 买 买一码 然后把那个 可能它里面有水分啊 然后用那个 风扇啊 把它吹干咯 啊 吹一阵子之后呢 它的那个水分干了之后呢 啊 那么 再 充电啊 就是 那个手机啊 就不会有问题了 这个是那个 双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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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52 啊 其他手机我是不清楚啦 不过 我有遇到是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你们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说你的那个手机 壳 壳 或者手机啊 有水分 所以你们就要把它 吹干嘛 就是你要把手机套拿出来 啊 把它们 分开 然后 抹干净了之后呢 啊 吹 用布上吹一吹啦 吹差不多 一两分钟 然后 然后再 转回去 那个手机套 然后再充电 再转那个手机套 基本上我是这样子啦 基本上我这么弄了 可是可以 可以再重新充电的 啊 就这样子 高尾啊 高尾啊 高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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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